请上车 大家一起规划巴士路线 拿取最高分数 2-3人使用纽约街景 4-5人使用伦敦街景 随机抽出两张公共目标牌 放到版图对应位置上 随机发给每位玩家一张对应城市的 个人目标牌及两张车票 玩家选择其中一张 根据车票上的数字 成为各自的出发点 重新洗匀全部12张车票叠成排队 每回合翻开一张 对应颜色参照游戏纸 就是这回合大家可以行走的路线 游戏共有12回合 全部车票都会被翻开 每次经过或到达地点 都会触发不同的效果 注意啊 大家不可以重复到达同一个地点哦 婆婆是累积计分的 表示越多的婆婆上车 分数会越高 学生需要搭配大学取分 分数是以上车的学生数量 乘上到达过的大学数量 车上最多只可以有3个上班族和4个游客 上班族需要到达公司下车 游客需要到达景点下车才可以得分 没有上班族下车 就能够获得额外的其他种类乘客 而游客就有两种不同的景点下车 完成公共目标牌和个人目标牌 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哦 如果停留在绿灯 可以奖励再走一步 每当经过其他人走过的路 便会造成交通阻塞 因此会被扣分哦 如果不满意回合路线 大家可以增减转弯数量 但同样会扣分的哦 游戏在有限的回合数 需要好好规划路线 同时由于12张车票都会被翻开 可以估算将会出现哪几种行走方式 更策略地做好规划 不同玩家之间的路线 可以造成交通阻塞 令游戏充满互动性 大家可以妨碍或打扰其他人的路线规划 也要记得尽量避开大塞车哦